在安装住宅给谁管道时呢 可能需要多种长度的PPR管 而购买PPR管时呢 这个管子长度通常呢是固定的长度 比如说都是两米长或者三米长 那如果我们需要某种长度的PPR管时呢 可以递这些管子呢进行断管 以得到需要长度的管子 那么对于小管径的PPR管呢 我们可以用到管茧来进行断管 这个小管径的PPR管通常是指管径在63毫米以下的PPR管 小管径的PPR管呢 可以使用这种管茧来进行断管 那么在断管的时候呢 首先将管子放入剪口 然后呢 握紧剪柄持续用力 那么然后就可以将这管子来剪断了 那么对于63管径在63毫米以上的大管径呢 PPR管呢 断管呢 就需要用到这个割刀和钢剂 那么使用 那么使用 在使用这个割管刀断管时呢 将管子放到这个 割口内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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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的顶杆 让这个割轮呢 压在这个管子上面 压紧 压紧以后呢 我们就固定着管子 然后呢 转动着割刀 沿着这管子呢 旋转 那么这割刀就会 在这个管子上面切割一个 圆反 割了一圈以后呢 我们再拧紧这个顶杆 那么使用这个割轮呢 再往这个割槽里面呢 深入一点 然后再又旋转这个割刀 当然在旋转割刀的时候呢 要讲这个管子固定 那如此仿佛呢 这个割槽呢 是越来越深 这管子上的割槽啊 越来越深 最后呢 就可以讲整个这个管子的割断 第一大管经的PPI管呢 也可以使用这个 钢剂 可以直接呢 讲它 剂断 育刀 肛 说 育刀 育刀